使用手机或电脑收发email 方便联络分享资讯 也成为校方在教学上 提供教材的途径之一 因此Google与许多县市教育局接洽 提供免费账户 但这也可能方便Google 纳入大数据资料库 分析后展卖给不同厂商 我会觉得应该是要透过家长 同不同意为主吧 约下磁带先进了 然后到了后面 搞不好駭客越来越厉害 也很难说你的个字不会被外泄 小朋友他有时候 他可能点一个东西 并不是他要浏览的 但是就会跳起他广告出来 所以这个部分 当然我们是希望可以克服 为了提供更良好的教学服务 因此台北市教育局跟Google合作 希望能将学生资料 放在台北市武器房 不过由于技术问题还没解接 北市教育局强调 目前Google提供给学生的 教育版账号 以学校为单位同意申请 只提供学生姓名账号与密码 而且一毕业就会跟着删除 与我们一般常用的账号不一样 跟Google合约的内容里面 有一点有提到 就是我们申请的这一个mail里面 第一个是不可以有广告 第二个是学生的这些资料 都不可以在广告中 做任何的用途 第三个是学生不可以自己申请 教育账号必须由学校统一 来做申请 虽然北市府教育局 有另外和Google签约 不能将学生账号 作为商业用途 但全台各县市已经有不少学生 没签约就已经开始使用 浅尝着自安疑虑 记者陈子芬 谢维仪 台北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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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